HELLO 大家好我是SKY 老師 今天就是他最喜歡的影片論壇 也是跟著我看影片學唱歌的時間啦 那今天的影片論壇非常特別 因為我們今天的影片非常非常的短 因為其實主要只是我個人私心想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在魷魚遊戲裡面唯一一首有人唱歌的歌 那它是出現在 episode 1 也就是第一集的尾巴 接下來圍壘大陸還沒看過的麻煩跳出去 就是他們在玩123木頭人 管理者在房間裡看他們的時候 然後有播一個Fly me to the moon的音樂 然後就跟那個畫面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就是因為那個音樂真的太舒服了 就是很像在一個咖啡廳非常的 relax的感覺 但是那個畫面我就不說了 大家自己去看就是非常非常的血腥 所以就是一個很衝突的感覺 然後就是有一種 的感覺我看的時候是這個表情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這個表情 那這個原聲帶Fly me to the moon 是一個韓國的女生唱的 她叫做 啊我們請Google小姐幫我們唸一下 主吻親主吻 對就是這樣子唸的 嗯 那這個女生她才在9月27的時候 在她自己的頻道上發佈了她 重新翻唱不是電影那個版本的Fly me to the moon 那她在這個影片資訊欄她有說明了 就是說在魷魚遊戲裡面 因為有一些就是版權的問題 所以她們在原聲帶裡面 這首歌被抽掉了 但是這首歌你還是可以在YouTube上面聽到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去YouTube再搜尋一下 或是我再把點結放在底下 大家也可以再點去聽 OK那我們就一起來聽聽看吧 Let's go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fl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s for this light go To you in one's In other words Hold your hand OK先到這邊 大家知道Fly me to the moon這首歌在講什麼嗎 就是簡單來說它是一首非常非常甜的歌 就是帶我去月亮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see what's bring on Jupiter and Mars 就是某兩個星球上的春天長什麼樣子 牽著我的手啊 反正就是這種哇你抱我啊親我這種感覺 所以它是一首非常甜的歌 所以在魷魚遊戲裡面就是非常非常有反差 大家如果有點忘記是哪一幕的話 可以去複習一下Netflix好不好 然後你聽前面這一段 你就知道這女生對她的聲音的控制 真的非常非常好 因為我說過就是 當你對於聲音控制很好的時候 你要開始做詮釋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做大小聲的設計跟變化 就可以聽到她在每一句裡面 很多大小聲其實起伏非常非常有明顯 所以你就會覺得哇 就是非常引人入勝的感覺 我們來聽一下仔細聽一下 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就是一開始進來大聲 然後後面縮小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Play among the stars Play又大聲 然後後面又小聲 Let's die 10號這邊的抖音唱太好了 OK 好 那麼就往下聽囉 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Fly me to the moon OK 先到這邊 有聽到她剛剛那個 這個真的太厲害了 Please be true Please be true 就她先從一個比較輕柔一點點的音色 而且又是比較小聲的 然後漸變到一個比較大聲 而且又扎實的音色 所以我才說她對她聲音的控制 真的非常非常好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然後像In other words 就是她在Words 這個字呢 就是先扎實 而且又大聲 然後立刻縮到小聲 有沒有 她是立刻縮小聲 所以真的 厲害的歌手 她其實對於聲音 是可以玩成這樣 就是大小聲的變化 或是音色的變化 是非常非常快的 OK 那麼繼續往下聽喔 I love the song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n other words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I love you 厲害 我就不說了 就是後面基本上也是一個 聲音控制非常好的一些片段 就是大小聲啊 或是音色的變化 非常非常快 然後又控制得非常好 這個是完全沒有修過的 應該是手機直接錄的 非常好聽 那主要我個人私心想要來介紹呢 是因為我覺得她真的 唱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因為很可惜 她這個原聲帶沒有辦法上架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去 追蹤一下這個小姐姐 這個影片的連結 我會放在底下資訊欄 那頻道的連結 還有她的IG的連結 我會幫大家放到底下資訊欄 大家趕快去追蹤她 然後追一下她的IG 她應該是後面 應該要嘛就是 會繼續發一些作品 要嘛就是應該準備要出道 我希望她可以多發一點作品 多給我們一些歌可以聽好不好 聲音這麼好對不對 好那今天影片論壇就到這邊 非常快速的結束了 那如果大家想聽我評論哪首歌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喔 那如果你想要改善你的歌聲的話 歡迎來找我上課 我們都會針對你個人的聲音 給你最適合的練習 歡迎來加入我們Lite詢問喔 那最後還是要來推薦一下 你在影片上看到的 耳機、麥克風、電子琴 都是我親測過非常非常好用的器材 我們之前有拍過影片介紹過他們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先去看這三支影片 那除此之外 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們蝦皮賣場底下 大家的評論 這麥克風真的是音質非常非常好 耳機也是音質非常非常好 絕對不會後悔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加分享 也不用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並開始通知的小鈴鐺 我們也給大家一四晚上九點都要發新的影片 所以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最後也不用按讚我們的Facebook追蹤IG 以及加入我們Lite 你可以在上面詢問任何問題 以及課程的問題喔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嘎嘎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大家趕快去追蹤小姐姐